好 我们来看这个大陆方面也有所回应 大陆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被问到 他说美国为了维护自身霸权的私利 强推脱钩锻炼 不惜威胁 胁迫盟友 配合美国的这个对华遏止 那白宫对此说 没有就这个具体的细节发表评论 反正我就丢出来了 你自己看着办 我要问他介大使 就在影西约访美之前 先来这一招 有没有禁止这个 你们的这个相关的这个企业 晶片商对华销售来这个 然后Kirby又出来 等于是这个当场打脸这个影西约 为什么在他这个访美前 要讲这些难听的话 我给了你国师这么高高规格的访问 然后又给了你两条铁链 为什么 其实美国人就是做事情 西方人做事都是一码归一码 我今天跟你是好朋友 可是亲兄弟名善障 一归到这个晶片的这个利益的话 那就另外一回事 对 我今天跟你谈这个 你不要跟我谈那个 不是都混在一起谈的 他们是分得很清楚的 然后呢 他们的外交做的就非常的细 他觉得这个 他讲这句话 如果说人家认为可能是 不过就跟这个毛宁讲 是美国要胁迫盟友 配合美国对华遏制 他就考虑到这句话 他就一定要出来讲这句话 他说没有错 我可能我有叫尹席悦 叫我的这些小弟们通通讲话 可是尹席悦不会讲话 他讲错了 他讲的是超过我的范围 对呀 美国再怎么讲都说 讲完以后我重申一中政策 然后呢 我不支持台湾独立 他要在那边踏红线的时候 他最后一定讲这两个 可是尹席悦没有这个道行 尹席悦不知道轻重 我觉得他光讲台湾问题的时候 我觉得他是把韩国 跟中国大陆的这个关系 整个放到堵桌上去堵了 中国大陆很可能为这件事情 对韩国采取严重的经济制裁 对所以因为后来 他讲完这个话之后 不是大陆外交部有出来回应吗 出来回应之后 南韩的外交部就更呛 后来我们还有节目 国格问题 是到国格嘛 对不对 所以到现在这个 中国大陆当火大 这不用说了 美国也出来踩一脚 所以中国大陆 你觉得是跟美国 也有沟通过吗 美国知道了什么的讯息 要警告尹席悦 这个事情的严重性吗 我们这种交友 做朋友的观念 我们是东方式的 对朋友 那是可以两肋插刀 西方没有这一套的 朋友就是朋友 西方是插刀别人 对插刀别人 他碰到利害关系的时候 他绝对是 立子摆中间 绝对是反正 讲得清清楚楚的 他今天就是 他发掘尹席悦 也踩到一个 很可怕的红线 是踩到美国红线吗 让美国可能会 因为尹席悦这句话 也受到 也受到一些影响 他会要你做 可是你讲话 不能这样讲 就小弟冲过头了 小弟冲过头了 就这意思 他不会 他不会保持揭默 他一定出来讲话 他知道尹席悦 讲这个话的 这个 这个严重性 尹席悦悦还发了一炮 是打到俄罗斯 他连俄罗斯也去惹 然后他说 如果俄国怎么做 怎么做的话 我们对乌克兰的援助 就不会仅止于 人道跟经济 俄罗斯马上两个 最重要发言人就出 任何国家 如果要支持乌克兰的话 就是跟我们俄罗斯为敌 两个都核武大国 两个都核武大国 所以尹席悦本来认为 他还有一点点智商水平 这两个句话一讲 我发觉 真的 我们对他的判断 这个人的智商 严重问题 而且他对这个 这个所谓的二战的 这个真功事件 他最后解决方案 真的是笑死人 因为韩国的高等法院 判出来是 那个时候几个 涉嫌的日本大公司 要赔款 结果他跟日本人一讲好说 我们那个 我们那个判决还是存在 那赔款 我帮你出钱 韩国出钱 帮日本人来赔钱 所以那个时候 韩国就已经在骂他 说他是什么 他是投降外交 那这一次他去这个 去这个美国访问 韩国的媒体 他又选了一个名字 叫自残外交 还没去 先自残 话好多 屈辱外交 自残外交 投降外交 对 所以你看他已经 我觉得他这种 就像刘姥姥进大官员 真的昏了头了 昏了头 我觉得真的昏了头了 可是刘姥姥 你看他在大官员 表现得非常得体 你看他这个 还被人家嘲笑 还要用英文 在国会里面演讲 在家里面每天 21号 他24号上飞机 21号每天在家里 苦背英文 何苦呢 真的我觉得 我觉得这个人 这个韩国选出 这样总统 真的还需要敌人 干嘛 他去舔美就罢了 美国老大 日本也是美国小弟 你去舔另外一个小弟 干嘛 他就是舔错地方了 就是很白目的一个人 他这些做的 作为完 你今天要跟一个国家 他加强关系 没有必要说 你一定要跟其他的国家 关系都搞坏 这是很愚蠢的 你今天跟美国走得深的时候 你像菲律宾那个马可 是比他高段多了 跟美国做了件事 回过头来赶快去什么 弥补跟中国大陆关系 我们外交常常 很重要一点 就是说 你这个地方有风险的话 那其他可能会被你 你可能遭罪的国家 你一定要去弥补 而不是说 你现在要往这边走 你先要 所谓我们外交 很重要叫修补关系 他完全没有修补的概念 他是 这叫一面倒 而且这个倒过去的过程 他要踹其他别人两三角 这我不晓得是什么外交 这个全世界真的很少见 刚刚讲安从根 我们刚刚讲 不是说要给他发表 我想有一本书叫 安 这个书叫什么 就叫安应期的历史 安从根被枪毙的时候 他被绞刑之前 他写了一本书 因为他 明从根自应期 他写了一本历史 这个讲到韩国的民族精神 这本书应该让这个 让这个影席也去看 你知道安从根刺伊藤博文的时候 他写了伊藤博文15条对撞 每一条你觉得安从根都杀得对 他写15条 然后日本人说什么 日本人说 他是我们日本国民 所以我们要怎么样罪犯来审判 安从根说 对不起 我没有规划日本人 我是外国人 你应该用战俘的方式来 我们是用战争行 你要战俘来访 所以日本人弄得很清楚 日本人还说 这个是我们的国民 说要用国法来治他 最后绞刑 你知道安从根在那个时候 这个朴槿惠到沈阳去访问的时候 因为沈阳火车站 他刺杀 这个伊藤博文的时候 那个沈阳火车站 有一个地上有个牌子说 安从根议事在这个地点 刺杀伊藤博文 结果胡锦惠就说 这个地点能不能怎么样 做一个雕像 中国大法说 没有问题 你要一个纪念馆 我们都给你 然后安从根基本上 后来这件事 日本政府出来抗议 结果日本的当时官房长官 人家问了 安从根是韩国的议事 日本的官房长官 过了一百年 日本官方怎么答案 他说对不起 在我们日本人的角度看 安从根就是一个罪犯 他引习药 他就把这个记录找出来 日本人一百年前 认为安从根是罪犯 他说一百年前是不能叫他来磕头 你说这种人当韩国 我们对韩国的敬意 会完全因为 他们有这样选出 这样一个总统 而对韩国的敬意 真的是 真的是 大打折